定住了定住 参加以后参加 老师傅教小朋友打鼓 小师傅教大朋友舞剑 一屋子的大小朋友都在舞刀弄枪 仿佛是要进行一场武林大会 这位小师傅甚至还想教这位妈妈 如何在小板凳上翻跟斗 旁边大家连连摇手 但妈妈倒是兴致很高 我们去年我们的教练 有跟牡丹江黑龙江那边 有做曲纹球的交流 也是小朋友喜欢打曲纹球 所以我们就一起游来参加第一次 这次是第二次暑假 往后有机会也是会陆续来参加 大小朋友们此行真正的目的是以球会有 从8月12日开始 以两岸同心轮舞青春为主题的 首届海峡两岸青少年轮滑球嘉年华 就在广州开赛 为期一周的赛程里 由台南市第一高级中学 贵人小学等20所台湾中小学校的学生 组成的轮滑球队伍 与粤港二三地的青少年轮滑球队 比拼速度与球技 以U12、U14、U18三个年龄组同场竞技 这里的场地很好 对手也很 对我们也很尊重 我也想要交流交个朋友 这里的队伍啊 其实老实说我挺惊讶的 就是原本想说 打可能大概都这些打法而已 来这里他们又有更多的其他什么战术之类的 其实还是有时候还是打蛮辛苦的 场上你追我赶 场下你教我学 在比赛间隙 台湾球员们也在广州感受岭南文化 来到文化馆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 学懒雕 看武师 练功夫 总有一样适合你 老师傅言传身教 小师傅手把手教 球员们身上的技能包这下更多了 他真的很厉害 年纪很明显就比我小 但是练这个很帅 算是有学到 问到这次来广州 什么地方最吸引人 大家的回答也很一致 我喜欢去 就是坐船去广州塔的时候 那时候坐在场上非常凉快 还有和朋友一起看到美丽的风景 和看见漂亮的广州塔 广州塔那是真的很漂亮 就是那个坐船夜游的时候 那个灯亮起来 那个夜景真的很美 主办方介绍 希望通过体育交流活动 让台湾青少年了解广州 认识广州 也促成两岸青少年结交朋友 了解彼此 也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 其实在参访过程中看到 这边的这个硬体建设是非常让人惊讶 就觉得这边已经非常非常的投入 那在各种的参访都是安排比较偏文化啦历史啊 我觉得这对小朋友来讲是非常非常好的体验 因为平常小朋友不太熟悉或不太了解 但是在来这边参访一轮之后 趁机会给他们一些教育 我觉得非常的棒 因为我自己本身小时候是学中国近代史 那现在小朋友比较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但是来到这个地方 直接在这个地方去体验这个历史的感觉 非常的不一样 那如果我小时候曾经来这边过的话 我觉得我对这个历史感受会更深刻